哈啰 各位流氓者们 大家好 是我Change 欢迎收看 POE 3.2的游戏攻略教学 今天为大家介绍我的 评写咒术枯萎地雷 装备的制作以及选用方案 那我玩的师傅其实是国际服 它有一个很大的好处 就是这种接近毕业等级的装备 但是它里面有一到两条尺寸 做出来是没有那么的完美的 它的最后售价会很接近 于它花的通货成本 也就是说国际服有很多高端玩家 一步一步替换下来的装备 是可以被我们用很便宜的价格 成本价减肉减到的 由于玩的玩家数量就是那些 大家一定趋向于换更好的东西 我们一次也只能拿一把法杖 所以这就是国际服的好处 任何的装备制作其实都是这个原理 但如果你玩的师傅 其实人比较少的机油好难喝 我是说只要是你的小通货 化石那类的比较便宜 那你可以靠你的这种制作的技巧 来自己做出一些毕业的装备 那我今天都会用模拟器的方式 跟大家介绍一下 如何一步一步的做出装备 并且保证它不会出错 那由于可能整个影片时间比较长 会拆成两个部分 那今天的第一集就先跟大家讲一下 我身上这些主要的装备 那第二集可能会讲一下 这些饰品是如何丢出来的 比如说等级丢职速度 报夹成这个集中诅咒戒指 那首先我们先讲到法杖 那今天可能不会多讲手套 因为手套其实就是一个神庙的手套 那老样子老逻辑 有抗性的部分 你可以直接做转换 像是我这个是冰抗冰商 那你可以选择一个火焰的抗性 火焰的伤害的词材 一样神庙词转换过来 但唯一的缺点就是 在里面你不能找到已经有带冰抗的词材 否则它绝对无法转换 好我们继续回到讲到法杖的部分 首先你要选用的基底是爆击几率高的8% 加上它的这个上罪是拥有36到40%的法术伤害 是最好的一个选项 那我这边花园会选择使用把物理伤害的品质 转换成暴击几率的品质 再加上这个杀暴的头盔 可以把攻击的暴击几率 转换成我们的法术 咒术枯萎 原本的4%暴几率 就会被这个11多%给替换 那我给大家的建议是 假设你到后期 只要打王的时候 会使用瓶中信仰之类的做爆发 鞋子可以洗到这个增加暴击几率 你近期没有击杀的话 那你不用追求这条黄色的固定词绥 是选用到这个暴击几率 你可以选择暴击加成 法术伤害都是可以的 那首先这个法杖有个基本的要求 就是它的物品等级 你可以看到我没有挑比较高的 为什么 那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磁缀库的这个地方 在法杖 它这边的附加混沌伤害的这条磁缀 伤害、混沌、攻击 它的这个磁缀是无法被我们的化石给过滤掉 由于我们就是会用三颗化石 金刚、斑驳跟战力 没有魔力、没有元素、没有物力 但是这个攻击跟混沌伤害的磁缀 83等就会迟到 它的比重不多 但是还是有机会卡到我们的磁 所以不推荐大家拿超过83等的法杖 最好是拿到82等之前 然后能够骰到等级的这些就可以了 然后能确保你有一些 比如说T2的法术伤害 那首先要如何制作这个法杖呢 我们先回到这个基本的模拟器 一步一步给大家看 这个Craft of Excel连结会放在底下 首先我们先点这个中间的 然后制作装备 选择制作武器、法杖 那法杖的话建议大家选这个 暴击几率高 你也可以退合球其次 选择那种暴击几率还OK的 7%、7.5% 一般都可以 也可以选择这个8%的 伤害稍微低一点 那我们选82等约不能超过83 然后品质28 我们来做一个制作 那首先我建议大家的这个固定尺缀 有两个可以做选择 由于暴击几率溢出了嘛 那这个地方我们就选择暴击加成 好这个全域的暴击加成 最好是锁在T1的尺缀 但如果没有的话 有T2、T1的法杖也是可以的 好那接下来是用化石丢 在化石丢之前呢 记得要让它变成吸油装备 它只能用白的或吸油的去丢 那这边有一个模拟过程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重点就是要洗出 这两个尺缀加上一个法杖 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洗到 8到10颗 这也不一定要看你个人的运气 洗到这个两个等级之后 你有可能会更多 但如果你不追求法杀也是很高的话 只好这两个尺缀就可以停手 接着由于它的尺缀已经是满 假设它的后缀没有满 那你可以直接省略这一步 那如果后缀已经满的话 你必须使用到这个无效石吧 丢出到后缀至少要留一个位置 那留出位置之后呢 我们再使用这个公益台 它的这个无法变更尺缀 丢上去 好那这样我们的前缀就无法变更了 后缀的部分有几个处理的方案 我给大家看一下 那首先我没有很推荐 大家使用密教的艾斯林 因为艾斯林不一定会 消到这两条尺缀的哪一条 假设我们消到这条 诶这个运气很好 那就没有问题了 我们这个地方直接做一次 好那我看到这三个尺缀当中 其实都没有什么用途 那这个专注的时候造成双倍伤害 对于秘书家比较有帮助 那由于我们本身已经有这个地雷光环 让高能地雷 基本上都能造成两倍伤害 所以这个专注时造成两倍伤害 对于破坏者来说 是没有什么用 那其他尺缀也没有多好 所以我没有很推荐大家这么做 那当然如果你有做到这一步 你觉得这条尺缀也OK 那你可以接下来把这个尺缀改成 那个地雷的丢值去做一个转换 比如说这样子 然后把它转向过去公益 那你这个东西就已经做好了 好那我们这边退回几步来做一下 那假设你爱斯林失误的话 会发生什么事情 诶对 你就扫一条尺缀 然后这个揭露出来的东西 可能还不是你要的 这个还不错 有这个对近战近距离的 这个传说稀有敌人增加伤害 但你这边也等于扫一尺 可以增加地雷陷型的丢值速度 所以我有别的想法 也可以推荐大家使用 那首先这边前缀无法变更之后呢 你可以使用这个花园去丢 花园的这个重铸暴击的丢下去之后 你应该可以得到一条暴击辞序 那如果你觉得这个辞序 也不太满意 那你有一些别的处理方法 那老样子 我们可以使用到这个 前缀无法变更的公益辞序 往这边找一下公益台 公益台往下 前缀无法变更 好 我这边夹上去 那一样 这个方式再去洗一波 好 这边 哦有个T1的暴击率 这就很棒了 这个给我们10点多 这上品质 这个是相当的完美 可以给予较高的暴击几率 那接着的话呢 我们一样 在上个公益 地雷的丢值速度 好 我们这边丢上去 那这个就是一个很不错的过渡法杖 当然如果你有更好的选择 像我这边又丢了一组 我这边刚好 赛到了一个很不错的法杖 那制作方法也是一样的 但是必须先无效成功 如果我这个地方是无效失败了 变成了这个样子 所以我这边再丢了一组 再丢出这个玩意儿 好 那接下来的话 一样这是无法变更持续 制作方法也一样 使用花园公益 我这边一步一步给大家看一下 慢慢的给大家看 好 这个无法变更 好 这个地方可以直接 无效做一个使用 这边再无效 好 好丢出来 再丢 再丢 直到丢出满意的为止 哦像这里终于出现一个暴击 不错的 那接下来我再丢一下这个 陷阱地雷丢止速度 哇 这个就超棒 这个在国际服 应该也可以卖到接近到 我觉得接近到一百 神圣应该都没有问题哦 就这样子制作 好 那差不多就是法杖的制作方案 给大家推荐一下 我先跟大家讲 我没有很推荐爱斯林 爱斯林出包的几率太大了 那不如用这个花园 重铸一直丢 那你可能会想说 这个花园这样一直丢 会不会造成 持缀都满 没办法上罪的问题 那其实还好 哦这个地方 哦要记得 每次花园丢的过程当中 还是要去上那个 持缀无法变更 哦这个地方 我再去 哦 持缀无法变更 我这边丢个几次 给大家看一下 只是要跟大家讲一下说 为什么花园 我觉得是一个 比较稳定的东西 哦这前缀无法变更 转换 那这个东西丢上去 你可以发现 它基本上都只会出到一尺 然后暴击的话 基本上只会出法暴 跟基础的暴击 就是基底的两个 我们都用得到 所以它的稳健度是很高的 那这个地方 素质没有到很好 那就用一样的方法去重做 然后这个地方 才会出现两条持缀 它你可以看到 它大概要丢很多次 它才会 持缀变成六条 基本上都是五条五条 所以这个成功几率是还可以的 然后连续出六条 这边多丢几次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出六条的几率 我觉得是远低于两三成的 有没有 如果你这个自行评估 如果你无法接受 这个风险 因为这个可能还要再去 丢无效时一次 那如果你无法接受这个风险 你觉得爱斯林 做起来也不错的话 那就去丢爱斯林 只是我个人觉得 这东西比较好做 给大家参考一下 当然你要做到很顶很顶的法杖 那你就要去试错很多次 应该会 制作起来比较 花时间精力成分这样子 OK讲完法杖之后 我们来讲鞋子的制作 那首先鞋子会需要使用 镂空跟雕纹化石 这两个来做 一个是必定会有一个深渊叉潮 另外一个是会有污染精髓持缀 污染精髓有四个 所以丢出无法中毒的几率 大概是25%左右 那鞋子用这种方式 制作的好处是因为 它可以再给予一条上罪 比如说近期没有暴击加暴击 以及穿透元素抗性 近期没有击杀的能力 另外这个上罪还可以再给予一些 比如说避免流血 移动时掉落胶着地面 溢碎地面之类等等的效果 都是相当优秀的 鞋子可以给予的帮助很大 所以没有很推荐大家使用一些传说的鞋子 那如何做出这样的效果 可以大家给他几个方案 当然如果你本身需要一个能力词 假设你需要高力量的话 你可以搭配使用神圣化石跟根本化石 但是这四个一组去丢成本就会大幅的提升 好的 那我们进行鞋子的制作 一样点开模拟去制作道具 那选择鞋子 如果你本身没有锁定抗性来说的话 我们可以选择力量跟敏捷的方式 来补区域的能力值 我这边先选择力量的鞋子 任何机体都没有关系 它只是护甲值的差别 那物品等级也可以尽量选高 它不会有持续出来卡你 好那我们这边选择85等20品质 接着的话呢 我们会需要去在市集上面买到一个 最好是带有混沌抗性或其他 你缺了抗性的鞋子 当成固定磁绥 好那接下来我们的两个化石呢 只要给予我们的磁绥是 拥有了空洞 还有这个雕纹化石就可以 这个不要 我们这边两颗丢上来就可以 四分之一的成功几率 好我们这个地方会出现其他磁绥 但是有多一颗深渊化石洞是一定会有的 三颗 这个也没有 化中毒 好这个地方出到了 这运气有点差 大概八颗才出 不过这基本上四分之一的几率还算OK 而且后面基本上都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好那我们的后缀都有了 像是这个无法中毒 多一个插槽 还有抗性 接着的话呢 就是后缀无法被变更 老洞只去前缀这个地方 选择公益台下面这个选项 后缀无法变更 使用它 那接着一个比较重要的点是 我会使用到这颗神圣石 丢上去它有个优点 因为鞋子它的前缀 很容易就会出生命跟移动速度之类的东西 那这个样子的话 揭露就可以获得一些能力 像这个的话 那个生命有点糟糕 没关系我们这边丢上去 那如果这里的数值很糟糕 一样可以使用公益台的词材 假如它的词材没有满 无法变更再丢一次 然后我们重复进行这样的动作 揭露它 看一下有没有好的移动速度 哦这里就有好了 25%的移动速度 虽然这个猛攻击杀用不到 不过暂时也可以当成一个考虑目标 那接下来的部分 就直接去上一个公益的斜量 因为我们有移动速度和斜量 加上那两个词材 基本上就已经很够用了 这是一个比较标准的做法 我们这个前缀 公益台 然后上一个最大生命 生命在哪里啊 这边直接输入 好 这个公益 最大生命 这样基本就做好了 好那我们要回到前面的那一步 那假设在这个地方 我们丢出比较好的状态 那还有哪些选项 你看到这边还有一个移动速度 老样子还是移动速度 然后我们这边再多丢个几次 理论上来说 应该都一定会出现移动速度 好这边有30%移动速度 也有生命的选项 好 再丢个几次 多给大家看一下 好还是移动速度 所以这个东西 基本上会必定给你移动速度 跟猛攻这条词 25到30% 上完生命就轻松搞定了 好那这就是这个鞋子的 大致上的制作方法 成本蛮低的 制作起来也比较简单 就看你能不能拉到这个尺寸 但假设你是想要补能力值 那就可能会贵一点 会再多补两颗化石 那一样四分之一的几率 丢出来 那我这边会选择 锁定生命值 然后我这边退个几步 给大家看一下好了 大概一样是做到这个程度 然后这个后缀无法变更 然后用这玩意去丢 揭露 那这边会有一个 这些其他尺寸 比如说 这个增加异常的伤害 专注的时候的一些能力 我这边还有一个图屯放置 但是如果你这样做的话 感觉给的词缀 没有到像我刚刚前面提的这么好 但是它的好处是 它有时候会再给一个后缀 因为我们这边 还有空一个后缀词 没有那个抗性的关系 所以它会出现一些 有的没有的补能力 这种其他词缀的内容 都可以做一个选用 OK 那我们这个地方 大致上选择好之后 再上一个移动速度 也是可以选择 大家可以参考这种各种制作方式 那我还是推荐了 这个两个化石比较便宜 就可以做出 反正重点只要有移动速度 生命 然后抗性 免中毒跟深渊洞就好了 这个就可以满足你 大部分所需使用的要求 除非它一开始真的 骰出一个很蠢的生命 跟很烂的那个移动速度 你才会需要再使用这个 后缀无法变更 再把前缀洗掉 重丢一次这种情况 否则应该都还好了 基本上都可以满足 你所需要制作这个鞋子的一切要求 好那以上是今天的影片 那这个影片也是给予那个 有人问我这鞋子该如何制作 但是我当时好像没有回答的比较好 所以这个影片是送给你们的鞋子制作 好那之后的攻略影片再见 接下来会做出一些 饰品的制作方法 大家拜拜 拜拜